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的 我能干到今天 说不定我比你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什么? 我走一看 方天涛怎么回你快点进呢? 不知道啊 等一下 喂? 老雪啊 你告诉我方天涛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1390-121-8210 好 奇怪了 还真是方天涛 特许发短心干嘛? 打过去 这好吗? 打 我这电话怎么在这儿啊? 吵死了 吵着你了 喂 方天涛官吗? 我是马刚啊 马刚? 啊 远托集团的马刚 哦 有什么事啊? 不是 你找我有事吗? 不是你打电话给我吗? 你 你干嘛要打短信 骚扰我呀? 什么? 我骚扰你? 你有没有搞错啊?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 方天涛官 我可不是国家公职人员 我们夫妻间的事 你扛谈我啊 真是神经 哎呀 是我发的 你发的什么呢? 马刚又出去乱搞 刘道花让我用你的名义 吓唬他一下 哎呀梁婉 你怎么了? 你出来的时候 你媳妇看见了吗? 看见了 一路上 师打电话追问我 问我干什么去了 我没理她 我估计啊 是你媳妇拉大气做虎皮 她吓唬你一下 那女孩您处理得干净吗? 我刚想撞她 就看见这条短信了 所以 留点余地 留余地 那是多少? 嗯 不会致命吧 不过也够她瘦的 不行 那条路上根本就没车 你现在马上回去 那还不早让人就走啊 我也是个远拖子 急昏的头了 算了 你不用去了 你走吧 不用去了 不用 走吧 好吧 没事吧 赶紧 没事 快快上医院 这件事 绝望不要对任何人讲 我知道 就说我是 喝醉的酒 提早摔了一遍 好 没问题 哎哟 哎 怎么了 都给油人 马森 你反正就打电话 怎么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 快点 马森 快点 快点 保护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车 来来来 快点 来 是你让检察院那个姓方的给我 我发的短信吧 这都是为了你好 我告诉过你 这是公事 为公事上天海里 更不值得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听见吴总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 怎么能听到你们说什么 那你干嘛说我们上天海里啊 猜还猜不出来 半夜三更的能有什么功事啊 肯定是缺德事 不定又到哪祸害那个小姑娘去了 可能啊 那刘大花还得找你纠缠那袋子的事 他要再找你的话 你就问问他 谁告诉他那袋子在我手上呢 你又没拿人家袋子 问那么多干什么 我估计他可能搞错人了 你问问他 如果那袋子 真在我们同事谁手里的话 要是不重要 我没准可以帮他要一下 好吧 医生说只是轻微脑震荡 问题不大 那我进去看看 好吧 进去 哎 哎 哎 行 别动 别动 哎哟 哎呀 喝多了 摔了一脚 来 坐 嗯 我看 这倒是个机会啊 啊 市长因为工作 日理万机 摔倒在办公室 现在 住院了 你不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吗 算了吧 这种新闻 没什么创意 那得看谁策划了 吴总有什么高见呢 我在想啊 如果是驱灵 跟宣传部门打个招呼 你想想那些即将投客的代表 还有那些反对的人 他们会这么想 吴总 这办法搞 你就安心养肥吧 好好打个副考 准备接受采访吧 啊 应该需要了 好 沐总 拍卖未来大厦的事情 可能要拖到我出院以后了 我知道 不过好在 高速路招标的事 因为我的伤情 也要往后拖拖 你放心吧 哎呀 有你在这儿盯的 我当然放心了 啊 对了 哦 谢谢 昨天来医院的路上 我们还做了一件好事 有一件交通造势逃医案 刚好被我碰上伤者 就把他带到医院里来了 不过 碰到他的地方 是在郊外 是和吴总的策划 地方有些不符啊 没事 只要你不怕我抢你的工就行 就说是我送到医院的吧 商人也有薛雷锋的时候嘛 医院方面我来安排 对了 了解一下受伤者的单位 让他们领导尽快把医药费送到来 好 你就安心养病吧 这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 好 谢谢 有人没有 就能认识 不认识 你按照 这 我们我的初ata 也就 admit 那就 不认识 物肺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猜的 这事还能猜啊 那个 那你说要不是因为这个事 老方因为什么犯的错啊 你听谁说老方犯错误了 他这个人就这样 就喜欢办案子 吴大哥 你这个办法倒不错 不显山不漏水的就把事情给办了 不过这里头还差一个环节 你说 我跟张清隔得挺远的 你说我给他打电话 是不是显得有点怪 那怎么着 就说你到这看别的朋友 我还是遇上 看别的人 一凡现在在医院了 一凡 他怎么了 昨天晚上出了个车祸 那他现在在哪 我去看他 你先别去吧 他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到底出什么事了 算了 这事一只八回也说不清楚 以后再说吧 你还是先带我去看他 走吧 出去 现在过了才是 你出去 我出去 我 出去 把你们院长见了 我为什么 你去跟你们院长说 省会曲助长在这 曲助长 还没有 还没有 赵氏自己早跑了 上来抱他 我给交警总队打电话 行了 你先别管这事 过来等我圆圆闻闻闻一处 这是 省会曲助长 曲助长你好 你好 赶紧组织专家和医生 给他会诊 这是我的朋友 好 我们正在组织会诊 好 胡大哥 我觉得 还是应该先保案 行 我会帮你转身 嗯 刘女士 刘女士 还认识我呢 刘女士 有什么事吗 刘比生意想跟你谈谈 我又不是什么生意 我刘大女士不开常规价 什么事 你说吧 还记得那盘袋子吧 我好像已经把钱都付清了吧 刘女士 现在角色变了 我想把那盘袋子买回来 当时你为了这盘袋子 付给我两万块钱 我现在想翻一翻 四万 不可能 那好 凑足五万 我说了 不可能 这 我们上个车谈了 那好吧 刘女士 你理解错了 是净赚五万 不包括 你付给我的两万 你付给我的两万 我现在 就还给你 怎么样 你要那盘袋子干什么 不为什么 那就撵谈 好 实话跟你说吧 袁拓欠我的代理费 我想利用这盘袋子 跟吴怀云平起平坐地谈一谈 诶 吴总可是个好人 你看我像坏人 可那盘袋子 他现在不在我手上 这是定金 那你等我消息吧 这样 咱们俩签份合同 这四万块钱算是定金 你付给我的两万 还有剩下的一万 等袋子拿到手 我全部付给你 在上面钱不在乎 喂 喂 是准研厂吗 是啊 你们厂的伊凡出车祸 现在住在江东第一医院 你们赶快派人过来吧 喂 你哪里啊 喂 吴总 电话打完了 是一位明本人接的 要是没别的事 我先回没药了 你能不能把工作车过来帮我 这个 我得考虑一下 我现在没有一个可信 你要是不愿意过来帮我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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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总 既然您这么信任我 我回去就把手续办一下 我等你变化 大佳 最近远套的案子进展得怎么样 没力案 理由呢 缺乏证 听说张青最近换了个秘书 那又怎么样 不太正常呗 省委书记前不久 还换了个秘书呢 据我们以前掌握的情况 张青和他的秘书关系很不一般 据群众反应 他们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 你想想 这父子分家 能那么简单吗 什么缘故没有 传言能当证据用吗 干什么无风不起浪啊 老范 我觉得这话说的 现在你觉得我很丢 你个哑当 怎么最近口气总是叫醒人啊 你别忘了 现在啊 我是你领导 哦 对对对对 我倒真可忘了 哎呀 没找到好角色 对不起了 哎 老虞 怎么有空啊 我不找你 哎 小江 嗯 我想问问你 你打算包庇远托到什么时候 谁说我包庇远托了 那远托行贿的那盘证据 你明明知道是在谁的时候你 你为什么不查呢 谁说我没有查查了是不是 结果呢 如果一查就有结果那天底下就没有悬案了 好 如果你们今天不给我答复的话 我在这做亏了 哎 老虞 我说你呀 有检举的资格 不过 你可没有在这影响我们工作的权利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 你别忘了这是我们办公室不是你的办公室 哎 老虞 老虞 有话说话 说话话话话说话 你看看你看看啊 你看看这些年轻人灌成什么样子 来 坐坐坐坐 回去 我找你们检查卡去 哎 这种人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怎么大国旗老总啊 你仔细想一想 是什么车把你撞的 交警支队我已经去过了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线索 主要是那条路太偏僻了 你安心养伤吧 所有的费用 常理都会出的 你们两个从今天起 就在这儿工作 你们的任务 就是照顾好隐秘术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我走了 好好养伤啊 喂 蔡蔡我是谁 刘天天吧 亏你还记得我 你说怎么办吗 怎么了 前天的时候不是说 昨天带我去联机见吗 哎呦 我昨天一个朋友出了车祸了 我把这事给忘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道歉道歉 这就不怪你了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呀 煮方便面呢 吃这个怎么行啊 出来吧 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吃饭 现在 是不是聚内啊 那好吧 我马上到 那一会儿见 哎 我都忘了告诉你了 其实我最喜欢的不是高尔夫 这是什么 是围棋 真的 嗯 怎么会呢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动脑子吧 但是 在运动方面是例外 我天生就是个运动天才 真的 嗯 那 那 我为什么没有出成绩是吗 哈哈 因为 我小的时候家里穷 送不起教练女 每次选拔的时候 都轮不到我 我就只好有工作咯 哦 其实我对围棋也挺感兴趣 那我们就下几趴 算了 改天吧 改天干什么 我现在就可以让他拿 小姐 您需要什么 帮我拿一副围棋来好吗 好的 喂 徐林妈 哦 一盘醒过来 哦 已经醒了 那我这就过去 你现在有时间吗 没问题 啊 就这样啊 改天吧 我那个车祸的朋友啊 从婚名中醒过来了 是女朋友吧 啊 我一猜就是 看你那天长挂肚的样子 你误会了 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我不信 真的 敢带我一起去吗 柳小姐 你太放肆了 我好像没有这个义务 有你这样对教练说话的吗 从现在起 咱们的合同终止了 一帮 我问过交警他对了 他们说出事的地点在火神香 那么晚了你一个人去那干什么 你还记得撞你的车的样子吗 当时车灯太亮 我没看清楚 那那天晚上你是几点到哪儿呢 让他休息吧 那你休息吧一帆 吴大哥 我总觉得这事有点怪 你说是你把义凡送到医院 那你们俩应该在一起啊 怎么他会一个人站在路边打车呢 这事是这样的 我们俩一块出去玩 回来的路上 他生气了 非要下车 我劝不住 下去吧 我也生气了 就开车走了 走的半道 我觉得不对劲 回来找他 哪想到出车祸了 那他现在怎么样 医生说 命倒是保住了 这是后半生恐怕得坐着轮椅了 算我倒霉吧 不过你放心 即便是他坐轮椅 我也推着他 我不会放着他不管的 嗨 这位是 我叫刘天天 我是曲老板的陪练 你是 这位是吴老板 行行 我不打扰你 我先走了 我说 你是阴魂不散 为什么跟踪我 你这人怎么不懂得 怜香惜玉呢 你舒舒服服的 打车在前面 我跑着跟着你在后面 你以为跟踪就这么容易 那你为什么不打车 路上车那么多 我打车跟着你 你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跑得有多辛苦 你都不知道 路上车堵成这样 你有什么可辛苦的 你不跟散步一样 你说得到轻巧 你也想一个试试 我不跟你缠了 说吧 追我有什么事 如果是费用问题的话 你说个数目 当然不是 我小的时候虽然说家里穷 但长大了以后还是见过几个钱的 那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难得 你也有低眉顺眼的时候 好了 我向你摇橄榄枝 我们讲和好不好 行 只要你不瞒不讲理 和平没什么不好的 我向你认错 我们可还有一盘情迷下完呢 今天太晚了 改天吧 老月 他把鱼头分了 老婆 我知道你这人讲有原则 所以我才是找你的 原本以为你不会给我面子的 没想到你亲自赏光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月 你快别这么说 说心里话 我们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不不不 这跟你没关系 你是代表国家行事权利吗 不过老婆 今天我可是私人求你了 只要不违背原则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还是那盘带子的事 老婆 我就不明白 小江他为什么要去远途遮掩呢 小江这人我了解 他是不会做违反原则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谁买走这盘带子 在案子没有终结之前 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那你就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吗 老月 您这可就有点为难我了 走 我就知道求你也没用 当然 就算咱们增进感情了 好 来 老月 差不多了吧 我家里还有个小客人 我还要送他回学校 行吗 那好 那我就告辞了 你去吧 打电话吧 再见 小姐 对不起买单 刚才那位先生已经买过了 阿姨阿姨 你看我像一像警察 当检查什么好的 就是好 过去我想当解放军 可是爸爸说 现在当解放军没这样打 放着好日子不过 打什么仗啊 一定是放军来了 你看呢 我一定要找他个十五比雷 好好好 呦 屈处长 亮丸 小勇 你看你爸爸来了 我给小勇打电话说 有人接走了 我一猜就是老方 你又不帮我 好方呢 您是有事 出去吧 走吧小勇 带你回学校 不 我还要等班师傅回来 给我练剑呢 今天太晚了 咱们改日 走 不好 走 回来了 屈处长来了 大叔叔 小勇 来了 谢谢你老方 走吧小勇 咱回去下了 我不走 我还想跟方叔叔练剑 你呀 光会找软柿子捏 没出息 老方可不是软柿子 他呀 是斗志不出力 你方叔叔啊 就是不跟你认真 他要跟你认真起来 打你个一百比零 我不信 不信啊 叔叔和爸爸 一起送你到学校怎么样 好啊 正好可以在超场上 和你比一起见 好啊 拿东西一下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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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比二 小勇和尚 加油 你这么让着他 他该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谁说我让着他了 这孩子了 你还没让着他 汗都没出 小孩子啊 需要自信 是啊 小勇啊 原来在那个学校 天天受人欺负 连学都不敢上 可现在你看看 都快成明星了 爸爸 爸爸 我成立了 成立了 小勇 小勇 告诉爸爸 怎么成为全校明星呢 小勇 我帮你 在这里比我两天 就这样啊 哈哈哈哈 行了 赶快回去睡觉吧 回去吧 爸叔叔 你下车还陪我练剑啊 一定 去吧 去吧 快 他们也走吧 老方 老方 我有个问题 一直想问问你 你前一段时间去练剑 到底是为什么 说实话 是为了接近你 这我看出来了 可是咱们从小是同乡 你又救过我的命 你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说 你就是当年的大量呢 说 这个问题 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不重要我就不问了 咱们可好多年都没有通过音讯了 救命之恩 会被时间冲淡啊 哈哈哈 坦白地说现在可有很多人 都不愿意怀救 你就说万恩负义不就得了 那可不是 啊 第二个问题 你当时那么接近我 为的是什么 有两个目的 第一 你们可能不知道 干我们这行呢 只有原则没有朋友 谁也不知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有多纪律 所以在一次主管政法的副书记的报告会上 当我突然发现他身边的那个人 就是我当年的朋友的时候 也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我后来给你打过几次电话 但都被办公厅的人挡了 我想知道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当时被停止了 所以我想尽快地归附工作 一个案子正在接归耳朵 真的没想通过我跑官啊 你那官我可已经还给你了 我已经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上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就喜欢做我喜欢的事情 当官我可当不来 阿亮 如果需要我帮忙 你就尽管说话 我现在说话还管点用 我什么都不需要 对 也许以后两晚会找你 让你替我说话 我今天就算正式请求你了 屈处长 梁婉是梁婉 我是我 他代表不了我 如果他今后再找你 让你替我办什么事情 请你千万不要答应 好吗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 大梁 也许过去我错看你了 没有 不能怪你 屈处长 毕竟梁婉找过你 让你替我说话 找我审住 在没人的时候 大梁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可又怕得罪你 看你说的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那我问了啊 人常说啊 看一个男人是否有品位啊 不是看他的房子 和他的车子 首先要看他的妻子 你当时是怎么跟梁婉 谈着呢 是不是有点眼晕呢 谈点别的房子 行 找个地方喝点去 走吧 走走走 来来来 朱子哥 来来来来 喝不了了 喝不了 喝一杯 大梁 真的喝不了了 前一段时间呢 咱们两个之间呢 有点误会 我呢 有点疏远你了 现在呢 我给你赔个罪 来来来 不敢当 不敢当 什么不敢当 真不敢当 真不敢当 不计较 计什么脚 咱们兄弟俩 计什么脚 那行 你不计较就拿出点行动来 来 好 来 我喝 行 老婆 我信你了 来来来来 再喝 一定要再喝 一口都不能再喝 一定要再喝 来 一口都不能喝 喝 那不行 喝 真的不能再喝了 再喝下去 今天晚上我该进不去门了 为什么 你不知道 两碗的 说换锁就换锁啊 那还不好办 我给你找个住的地方 在江东这一亩三分地儿 还能没有你遮风避雨的乌鸦啊 你信不信吧 我现在打个电话 明天就能给你换一套房子 我信 我真的信 不不不不 朱总你不能再喝了 真的不行 听我说朱总 我是想换房子 但我不能让别人替我违非原则 尤其是你 我怎么了 你你是我朋友 我不能看你犯错误是不是 这电话 打个电话有什么严重的 那不能打 喂 是市委林副书记家吗 我是省办公厅的区林啊 请林副书记接电话 不 喂 我跟你说这电话不能打 不能打 这是咱俩 电话 好好好我不打 我不打 一会儿他就得打回来 来来来 咱们说好了 你听我问 我不打不打 真的不能打这个电话 来了 喂 林副书记 这不能打 就是一个电话 你真的不能打 你就让我打一个 听我讲 就是一个电话 绝对不能打 我 我陪陪你 不是 我陪陪你 行了 坐吧 不用你赔 来来来来 我真的得赔 你把这杯喝了就不用赔了 就算是你赔了 来喝 不能喝了 喝 真的不能喝 你必须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是谢恩酒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来 不行 那更不能喝了 为什么不能喝 朱子 你把这事忘了 救命之恩怎么能忘了 来喝 你必须忘了 我不能喝 喝 喝 真的不能喝 你弄电话 电话 你电话想 哎呀你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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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驱灵 我和老方在外面宵夜呢 啊 俄美酒家 离你们家不远 哎 哎 放心吧 啊 再见 哎 我替你挡架了啊 再见 来 把这杯喝了 来 来来来来 我不能喝了 为什么 真的不能喝 为什么不能喝 喝 我求你个事 你把救你的事情忘了 必 必须忘 为什么要忘 你没听人说吗 酒负大恩必成仇啊 你说什么 老百姓 老百姓常说 这酒负大恩必成仇啊 那好 我现在不说是谢恩酒 你总得喝了吧 不谢恩啊 真的不谢恩 喝吧 那我喝 那我喝 来 刚才谁打电话 两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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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得回家了 哎 我真的真的得回家 我给你找个住的地方 我给你找个住的地方 啊 你能给我找房子 啊 我相信 太神 你能给我找老婆吗 找到房子 哎 哎 你找不到老婆 啊 两碗有什么好的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住吧 哎 你今儿说无数次 两碗不好了 我 我不高兴啊 我忘了 哎呀 你怎么不高兴啊 行了我送你回家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那老岳父 文革的时候 被人整过冤案 知道吧 对我们公监法的人 有个天生本能的仪式 然后啊 为了嫁跟我 家里都断绝关系了 你知道不知道的 啊 我知道我知道 行了我送你回家 你不能这么说两碗 哎 哎 不是说吃夜宵吗 怎么喝这么大 没事小姐你别管 你你看清楚了 管谁叫小姐 哎 哎 怎么搞的 怎么喝成这样啊 嗯 我们两个高兴 好久没见了 哎呀高兴 不能这么喝呀 怎么喝的 喝了多少瓶啊 就喝了两瓶白的 嗯 我能欺负他 一人喝一瓶 你这么喝就是欺负他 你们当秘宿的 一天到晚跟着首长 替首长挡酒挡烟的 喝酒就跟喝凉水一样 我们老方有这样的 锻炼机会吗 嗯 来来来 曲处长 你这酒喝的一点都不地道 是是 我们老方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翻脸不认人啊 走 我们走 我送送吧 我送送吧 来 public 来晚 你怎么起来了 没事了 来趁热喝的 看这老婆好啊 快坐下 怎么样 疼还疼不疼啊 不疼不疼 真不是个东西 你看看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曲处长 刚才还在说你 你这个曹操就到了 老方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说得倒轻巧 看你昨天晚上把他灌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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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给曲处长倒杯水去 来 照顾你都来不及呢 谁有功夫烧啊 那算了 那我去烧 你算了吧 好吧 我去买点饮料 走吧 不好意思啊 你还说他不厉害 你还像不像一母 像什么 不说了 不说了 这是为了护着我 你不觉得天使也就这样啊 天使也就这样 你真的没事吧 没事 你还特意过来看看 我呀 今天去卫雷大厦了 顺路过来看看你 去那烂尾楼干嘛 卫雷大厦要开卖了 什么 卫雷大厦要开卖了 其实啊 这只是个异象 我刚才去看了看 你说得不错 如果再不处理啊 那卫雷大厦真成了烂尾楼了 他已经成烂尾楼了 现在啊 那未来大厦 已经成了流氓地痞乞丐的大公寓一样了 要不然 上次那两个家伙 怎么把小勇抓去往那带啊 一拍卖就好了 你别说 未来大厦还真是一个黄金地带 是省里面组织的吗 不是 那你 远拓集团的老总吴焕云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去看一个 他这个人呢 运气不好 刚下海就碰上这么一个大浪 那这么说 未来大厦的拍卖是远拓决定的了 远拓哪有这个权利 应该是江东市有关部门决定吧 理由呢 你看 昨天喝了那么多 到今天还不让脑子休息一下 有草木皆兵 理由是 远拓集团在竞争未来大厦 这块低皮的开发权的时候 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所以事件委决定 停止它的施工权 刘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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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下河捞鱼啊 是吧 这话说的我家再小 还没个小泳的地方 这这这这 这孩子心重 老在你家待着啊 他又该说我抛弃他了 啊 就先拿着 哎呀 这这不大合适吧 有什么不大合适的 咱们小时候 谁家门上上锁呀 谁去谁家还敲门呢 还不是一推门就进去了 哎 哎 不管有没有人 一片腿就上去了 你呀 一进城就忘本 走了 那我说一下 哎 怎么说走就走啊 对了 除了我之外 你是第一个有我们家门银钥匙的人 连我当年的女朋友都没有 那我可太荣幸了 啊 曾总啊 你好好休息吧 今天就别上班了 哎 别跑了 嗯 那我不送你了啊 行 好休息啊 好 再见啊 我送你了我 是错了一行字 就宋剑错了一段情 我错了一双手 就顾错了一颗心 那些动听的话语 总是躲在一盛群演的门里 那些惊讶的眼睛 总是浪开抽屉里的秘密 爱情没有办法陷进 沉落没有策划的狼狱 一盘黑白交错的情 就好像分不住 选不得我和你 打错了一半截 就紧错了一座船 我错了一个号 已经穿错了一个身 我错了一个名字 我错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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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